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來了來了 由經典IP改編的手遊 這次能競爭站上神台 還是下一款更好呢? 鋼之煉金素是Mobile 遊戲改編至同名作品 開發與發行商為史克威爾·埃尼克斯 於8月4號正式日服公冊 剛練這作品應該不用介紹 沒看過的快去看 不論動漫都非常推薦 不過去年牛媽有因為10年前的作品 有故意二搞內容來防盜版 讓中國小粉紅心碎過 所以不知道到時候這款遊戲 能不能順利在中國上架了 遊戲為卡派結合回合制戰棋的SRPG 這類手遊近期讓我比較有印象的就是 天地劫 幽城在林 改編至台灣漢唐國際的天地劫 由中國的紫龍遊戲開發 我以前也很喜歡漢唐旗下的 炎龍騎士團2 為了完美通關跟收集全地圖隱藏道具 每一關都打得超久 連每個經驗點跟卡位都要算得好好的 也是那時候學會所謂的 謝夫羅德大法 結果最後就是變成全部人都太強 當時凱莉一個人就把BOSS打爆了 另一款是巨女科技開發的 超時空英雄傳說2 北方MISS 她的轉職系統真的也是多到靠北 那懷舊時光結束 我們繼續講遊戲 遊戲開場會有一段倒序劇情 講主角群與燒屏小人對峙的畫面 這動漫看很熟的應該就知道了 順帶會有基本的戰鬥操作教學 之後就是從頭展開故事 讓你邊玩邊看 例會方面沒什麼毛病 隊員助還原度很高 但角色真的是多到爆炸 光是想到要養成就覺得很不妙 3D建模方面等會跟戰鬥一起講 UI跟美術部分我覺得很精細 確實看得出來有下功夫雕琢 首先初始畫面會隨著玩家主線的推進 切換到不同的場景 而且出場的人物也有簡易的對話劇情 偶爾還能獲得獎勵 該場景看得出來美術是有用心設計過 並不是隨便一張貼圖帶過 而主線關卡不同以往只是一個背景 然後就是圖標到下一個圖標這樣 這次是採用讓玩家有種閱讀報紙的方式呈現 這翻閱的順暢感跟體驗值得好評 戰鬥方面這就比較挑人了 有些人比較偏好輕鬆點的回合制 或者想玩ARPG的類型 每個角色都有三種攻擊手段跟一個奧義 也有移動格子的屬性差別但影響不大 而等差跟屬性克制也蠻明顯的 所以未來也需要養成不少隊伍 3D建模表現還行 比某款毀作有史成好但也不算太驚艷 反而在交戰動畫的表現比較好 而戰鬥動畫開關跟開啟 只影響部分近動畫的對打畫面 關閉後還是保有招式的演示效果 並不是關閉後就完全剩下 傷害數字在空氣對對碰 奧義特效表現一般但能完整重現 漫畫經典的橋段也算不辜負這個IP了 有提供AI自動模式但也不能完全依賴 每個關卡的通關條件不同 且AI有時候施放的指令也不是太聰明 像是不斷會讓阿爾放他的掩護機能不攻擊 而扣除戰力差距 如果打不過通常是AI想搞你 請乖乖手動吧 戰鬥場景而重複率不算高 也會根據故事走向來設計 並沒有隨便敷衍的代過 另外還有一個一次性獎勵的類教學關卡 有一定通關難度 喜歡研究策略的玩家應該很喜歡 培養方面就目前看到的來說 算是有點坑吧 養成週期也是一個爆幹場 突破星期方面我這邊直接列需求表 所以如果你是多米母SSR有追求的話 需要滿級的超能力要求非常高 即便是想養特定的SR 需要的費卡也是不少 或許未來會有萬用卡的獲取管道也不一定 而角色的星期還會影響另一個羈絆系統 不過這系統低星SSR的影響又大於高星SR 沒錯 就是要你多抽SSR 然後每個角色有三個裝備 都有各自的突破 還有個潛在能力的素材要刷 這潛在能力還會影響技能的分歧 養成的部分很多 但材料方面給的卻很摳 掃蕩關卡掉落的並不多 單純角色升級方面的話比較沒問題 倒是突破材料或比較容易卡 而或許材料的關卡又在後面 你就必須一關一關的乾過去才行 總結來說養成帶給我的遊戲體驗並不是太好 課金點方面 不計算手足獎勵的話 買5850傳約2300元台幣 約2.5比1 每10抽約640元台幣 而每180抽可獲得同等點數 這個點數能用來兌換當期UP的角色 其實就相當於保底 所以換算起來約11520元台幣 算挺正常的日系課金手優的價格 還有各種月卡、技型的機制 我看到的時候還差點以為 這是中國生產的遊戲 真的是能感受到來自廠商靠IP吸盡的惡意 結論 大哥哥來課金吧 對於近期比較常見的卡牌手優來說 玩法上確實比較特別一點 但真要說多吸引人的話 可能又還好 感覺還是差了點意思 畢竟先不管PVP部分 光養成方面 可能無課為課就要先被勸退等下一款了 只當作重溫劇情的話 還是可以玩玩看 最後 關於最近有各種打廣告的浮身幻境 我有看到某業配廣告把遊戲畫面丟出來了 確實跟我猜想的是同款遊戲沒錯 而廠商主方面來說也是蠻賊的 不過就我之前查到的資料 那款遊戲在中國已經停於一段時間了 這次也是把老模組改一改丟出來再利用而已 玩法上還是萬年不變的換筆放置MNO 雖然可恥但卻有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關於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不充分 人生 選圍 選資 選え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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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太 選頓